金居哥王曹哥睽違三年 終於推出新專輯 曹小格啦 23號出席電台活動 現場還寫信給1993年的自己 只不過第一點就超幽默 不要怕記者 怕如果有藝人跟你說 不怕記者 我覺得他們也是說謊 不可能 現在還記得你第一次記者會 是道歉記者會還是曹小格 道歉我好幾點不認真 而新專輯的首播主打 《寂寞寂寞不好》 一推出也超有話題 這歌名難道是跟Hibi剛上了嗎 他首先跳足的先生 我不是跳足的 沒有啦沒有 我跟Hibi好像有同台過一次而已 我是那時候按照Selina 然後後來看電視 是小豬的女朋友算了 可以當了吧的曹哥 真的越來越有梗了 不過聊起Joey跟季節 又馬上嚴肅起來 今年要12歲了 很大了 呃 不是 開始那個要 跟他聊那個男女關係的這個 你可以跟他聊那個男女關係的 都可以啦 就是不要亂來就好了 我一直避開我女兒這個問題 你一直提醒我 這個是讓我 我不知道耶 今天有媽媽吃什麼好的建議 超爸爸真的該擔心一下囉 我不知道好還是不好呢 非凡娛樂台灣報導